四方文創創辦人張正 他創辦過東南亞報紙 最近還開了東南亞的主題書店 他說這一切都要感謝他的老師 陳露希 二零一零年 因為癌症病逝的陳露希 他創辦過《破報》 還有《四方報》等等 另類媒體 讓弱勢族群自己為自己發聲 天下雜誌的創辦人 尹允鵬就特地為他拍攝紀錄片 希望鼓勵更多人站出來 讓我們的社會更 另類媒體最基本的原則就是 他是以推動社會整體進步為目標的 而非自我保存 他主張DIY 做自己的媒體 唱自己的歌 他去制度化 讀者也是作者 任何人都可以做媒體 給還沒有發聲的許許多多的人 讓他能夠用自己的形式去發聲 台灣第一位東南亞媒體集團創辦人陳露希 從在美國洛杉磯教書到回台改制世新大學 持續對新移民移工 關懷與奔走 我想可能陳露希 讓大家覺得很好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其實是一個出生世家 因為他的父親是世新的創辦人 其實也是在大陸的時候就創了很多的報紙 是一個應該是說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 可是為什麼他一輩子最 所以著力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直覺得讓弱勢發生 現在在台灣大家都知道的是說 比如說他也創辦了四方報 破報等等 可是他這個是1970年左右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開始在洛杉磯的唐人街 創辦了一個小的報紙 是叫做Family Newsletter 他那個時候就是鼓勵在唐人街的新的移民 可以找到自己的聲音 然後怎麼樣爭取自己的權益 天下雜誌創辦人殷雨鵬 和陳露希相識十多年 但直到陳露希過世後 殷雨鵬才發現對好友了解的不夠多 可是當我有這樣的一個想法的時候 他已經去世了 那後來幸虧就是說 在他生病的時候 我們有去跟他做一些訪問 所以我作為一個編劇跟導演 我做的事情就是根據他的口述 然後把他串接起來 在一群由白人男性為主的加州大學裡 陳露希不輕易讓人有機會 以性別來區分他 他在UCLA開創了女性主義 少數族群 階級差異的 亞裔美國人研究先鋒 她很流氓 她很不忍耐 女性主義 在美国留下顶尖学术地位 过世时 UCLA将半期哀悼 陈露西对人生的好奇和探索 依旧不断启发后辈学子 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我觉得学生几乎 无论你想做什么 其实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你只要肯去做 你只要关心你周围的人 或者周围的事物 然后决心要去做 你就能做